一般的司机喝了酒开车 这心里面都会虚 都会想方设法避开警察 而瑞安有个司机达挺大的 喝了酒之后 居然是堂而皇之地 把车开到了派出所办事大厅 还大模大样地走进去办理业务 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当天下午三点多 一辆白色轿车 斜着停在了瑞安市高楼派出所门口 随后一名男子黄某下车 走进派出所大厅办理业务 走到门口时 辅警按照防疫流程 要求黄某出示健康码及行程码 并示意他把车辆按规范停到车位上 就在两人对话的时候 辅警发现黄某身上透着一股酒气 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民警 你一直吹 他有没有进气他自己知道的 经过呼吸式酒精检测 其结果为每百毫升五十一毫克 黄某涉嫌酒驾 你酒喝了还开车 你车子能开吗 谢谢我 知道我这 据黄某说 他在午饭时和朋友喝了几瓶酒 想着已经过了两三个小时 酒气应该都消了 再加上是去派出所办户籍业务 黄某觉得民警不会管交警的事 就大胆地走进了派出所的大门 不过露馅之后 黄某倒还记得抵赖 谎称自己没有开车 他在这里开不进来 我不管的 你凡天喝了酒就是不能开车 我不管你怎么移移多少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我们冤枉了你 我们可以监控掉出来给你 但凡是我们冤枉你了 我这边马上撤销 经核实 黄某确实有酒驾的违法行为 将面临罚款2000元 扣12分 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记者许晶晶 编辑报道